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别人很挑剔 看事物也总是看到负面 会经常跟别人发表一些社会风气不行 人心险恶之类的言论 第二 受害者视角 在他的世界里好像所有人都对不起他 他是最善良的 可他的善良总被辜负 喜欢双标 只说对自己有利的言论 经常反口 希望别人都认同自己的观点 第三 以自我为中心 想要自己一直被别人关心 可当别人真的表达关心的时候 他又会觉得别人是在管束他 或者认为别人虚伪 不管做什么都只考虑自己 不考虑别人的立场和感受 也许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也想要改变 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那么今天我的分享也许可以帮到你 你应该能够发现 其实与其他人对比你并不是多么的悲惨 就不说跟很多贫困地区或者战乱地区的人相比了 即便是跟你身边的人比较 你也比不少人过得都好 只是你就是记忌不起来 比如曾经我一个室友就是这样 那时我刚大学毕业 与他一起合租房子 我觉得他其实拥有很多 比如他父母很支持他 他的工作也不错 男友也很爱他 但是他每天都会跟我抱怨很多事 在他嘴里 他爸妈打电话给他是闲得没事找事 男友只会惹他生气 工作哪更是狗都不做 不论我跟他说什么事情 或者他跟我分享什么八卦 他都能说出一个 我想都没想过的一个消极观点 听的人感觉好像社会没救了 人生也没有希望 所以影响你心态的 不是你客观事实上的生活 而是你思想上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生活中 都有不如意的事情 那些积极乐观的人同样也有 只不过他们不会太把这些事 放在心上 或者有办法能够化解 但是负能量太多的人 总是把注意力 放到那些自己不想要的事情上 那当然会觉得一切都不顺心 就拿我这位室友来举例 我觉得他爸妈没有逼他回老家 尊重他的意愿 他刚开始工作没钱 家里还会给他汇钱 这都是父母对他的爱 但是他的注意力 并没有放在这些事情上 而是放在了 他不喜欢父母对他做的事情上 比如父母会叮嘱他很多事 他觉得烦 父母想念他 想看看他 他会觉得自己不自由 你的注意力放在哪里 那你的情绪和行为 就会指向哪里 所以拒绝消极生活的秘诀就是 你不要去想 你不想要什么 而是要去想 自己想要什么 当你的关注力 放在这上面时 你会不自觉地 往这个方向努力 因为你的目光就在这儿 而当你有了这方面的行为之后 你会越来越靠近 你真正想要达到的目标 不信你可以回顾一下 你这些年的生活 是不是一成不变 甚至有可能是越来越差 你觉得自己很没有掌控力 看这个事情不爽 但你改变不了 看那个人不顺眼 但你也拿他没办法 这就是因为你的专注力放错了 你没有办法采取行动 那自然就不会有新的变化 和结果产生 比如你抱怨社会不公 有钱的人凭什么 过得更好更轻松 于是变得愤世极俗 尤其看不起那些富二代 但这样并不会改变你的处境 只会让你陷入仇富的泥沼 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到 我如何赚更多钱 我如何让自己更轻松上面 产生对自己更有益的思考 采取对自己更有价值的行动 这样的你会逐渐变成 I want it, I got it的幸运儿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心灵时空 我想请不吝点赞 讨厌 明镜时空 请不吝点赞 讨厌 明镜时空